我是兜兜,正开着6米的越野房车沿着中缅边界去挑战饼茶茶近藏的路上 不得不说,新219国道修得是非常的漂亮 一边是奔腾不息的怒江,一边是巍峨的高里贡山 在这条路上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植物 据说这种植物全国只有怒江才有 现在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咦,妈爷,看,这玩意儿让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是啥东西啊 给大家看一看,我的神呀 这上都是啥东西吗 干净像鸡省的位置都行 像鸭表我鸡省的,我巴上的,我鸭背影 但是你这可是在书上你 而且这还不是一坨子 这是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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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起鸡 看着吗,整个腹上都死 我的神呀,密集空局中的患者可能看不了 妈爷爷,这玩意儿弄腹上,谁干爬呢 你看我副叉叉的上头那种东西 看着吗,马 这越高啊,这刺子越高啊 它这长得这个虽然不规律啊 但是它整整齐齐的是一圈一圈的光圣马 而且这一圈你看已经有的是折断了 难道是有人已经怼上来了吗 这么宽的马路,它能怼上来 搞错了,再来 谁跟我一样,不长眼睛 哇,迷日夜,迷迷神 然后,来看看这个尖,尖尖刺啊 我的天哪,它真够粗 跟我的手指头一样粗,发现没 看到没有,跟我手指头一样粗 而且,它每一个都非常的尖封地 我是不敢动,动了刮烂的就扯了 看看别的树上,这边前头的树也有 我们过去再仔细看看啊 刚才那棵简直让我浑身起皮疙瘩 然后这棵好像,看着还挺光滑的 是不是,有没有 但是,你们不要被它这一面给欺骗了 实际上呢,大家看看 妈爷,上头全都是 看到没有,上头全都是 然后下头这块应该是被人给捞掉的 它这个树很奇怪 它这个树皮哦,它是呈黄绿色条纹状 咦,那的神呀,你看看 只带木齐里苏,见过吗 这浩多年 大家看一下啊,这两边这个树呢 我感觉就不是一个品种的 然后但是它们身上都果有这种扎扎刺 很是奇怪 看看 瞅瞅我们 妈爷 看到没有,这个树上竟然还有果实 而且这个果实呢 长得还有点像芒果一样的 哦,好神奇哦 这上头,这应该不是芒果树吧 但是长得可像芒果 那一个小蛋蛋 挂的比较高,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的,从肉眼上看就是芒果的样子 而且是青色的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棵刺植树哦 上面不长芒果,不长叶子 也不是光秃秃的 它长啥 看看,看到那树烧上了没 给它放大哦,看到没 这不是叫棉花吗 妈爷,这棉花上树了 还长这么高的高树上,还带刺的 好神奇哦,看看 看这边,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棉花 看看,这地上 哎,天呐 看没 这个就是刚才树上那个东西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猛的一看 远看是不是像那个啥 木瓜是不是 但实际上近距离我才发现 它有一点,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纹路 看,里面纹路有点像丝瓜是不是 翻开 妈爷爷看一下这个里面 好奇怪呦 现在都都已经踏上了咱中国最西南边 怒江的这一片区域,也就是宝山靠边境的这一片区域 然后这一路上过来哦 这个气温确实高 然后看见没,我现在都穿短袖 三月份的天呐 关键是啥哦 这一路上的这个花花草草 真的是让都都是长了眼界了 尤其是这个铁树开花 这真的叫铁树吗 这叫刺树 它不光结果是长叶子 它还长棉花 秘境怒江果然名不虚传 在乌自驾游近两年的时间来 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已经逐渐对旅行失去了好奇心 没想到怒江这边处处带给我惊喜和好奇 真的很值得一来 像这种树木直到视频发出前 我还不知道它到底是啥 是这种喳喳刺寄生在各种树木上呢 还是一种专属的树木科目 还请高手来解答 天色已晚 都都还要继续出发 向铁树茶前进 快点来上都都的车来 出发出发 快点来上都的车来 转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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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迹 突然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上都的车来